哈喽大家好 我是Sky音乐教育的小提琴老师西娅老师 上一节课西娅老师给大家讲解了 克莱采尔小提琴练习曲第二首的 五种小提琴练习方法 那么今天西娅老师要给大家继续讲解 以下更多的练习方法 那么呢 接下来一种是把每个46分音符连起来 就是四个音一弓 平均 每一弓都非常平均 不要每个音一拉的弓子不整齐 这样不行 那么接下来是46分音符第一个音是分开的 然后接下来每两个音一弓 这里有两种 第一种是先是下弓开始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上弓开始 但是规律都是第一个音先分开 然后接着下面的每两个音一弓 那么接下来呢 是第七种 弓跟 勾一下弦 空间勾一下 接下来 放在弦上 然后再勾起来 但是记住 右手的整个大臂小臂 手腕 要帮助你的公子去运动 然后中间不要出现任何的噪音 比如说碰弦啦 然后公子在弦上弹啦 都是不可以 要干干净净 接下来就是下弓的这种练习方法 就是在弓跟到弓中勾弦 这是锻炼你的右手对公子的一种控制能力的练习方法 最后呢 就是 把每个音分开 从四个音变成三个音 变成两个音 变成一个音 逐步渐快 三个音 大家学会了吗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添加课程顾问的微信 可以体验于我的一对一网课 记得点赞 转发 投币哦